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 后今四大贝勒闯入后宫 之后在皇太极的逼迫下 努尔哈赤的大妃阿巴亥被强令殉葬 年仅37岁 而皇太极等人当时给出的理由是 厚饶风姿 燃心怀极度流之恐后为国乱 就这样 曾经被努尔哈赤视为白月光的阿巴亥 怀着万分不甘离开了人世 要知道 此时努尔哈赤刚去世不久 尚且尸骨未寒 但身为人子 皇太极等人却在这个时候 干出了逼迫继母殉葬的残忍举动 并且在逼死阿巴亥的几个人中 大贝勒戴善 还曾经与阿巴亥有过私情 但他不仅没有阻止皇太极 反而助纣为虐 同样以坚决的态度 要求阿巴亥马上殉葬 更重要的是 阿巴亥的三个儿子 即阿几格 多尔滚 以及多夺 在眼睁睁看着皇太极等人 逼迫自己的生母殉葬时 似乎无动于衷 并未做太多的反抗 究竟阿巴亥做了什么 才会导致皇太极下如此狠手呢 实际上 所谓阿巴亥心怀嫉妒也好 还是说他恐后为国乱也罢 都只不过是一种借口 皇太极之所以要逼迫其殉葬 主要的目的 就是为了掩饰一个真相 而这个真相 直接关系到皇太极的捍卫 换而言之 只有阿巴亥死了 才能保证皇太极 顺利成为新的大汗 因此 他才会急不可待地 在父亲尸骨未寒之际 干出逼死继母的举动 而这背后的一切 得从阿巴亥嫁给 努尔哈赤说起 阿巴亥之所以嫁给努尔哈赤 说起来 也是一件迫不得已的事情 明朝时 女真族主要分为三大部 即剑州女真 海西女真 以及东海女真 而我们都知道 努尔哈赤便出身于 剑州女真 抛开剑州女真不说 其中的海西女真 到了明朝中后期 逐渐分化为四部 也就是乌拉 挥发 哈达 叶赫这四部 而阿巴亥 便出身于努拉部 并且 阿巴亥的家庭 还不是努拉部的一个普通民众 其生父 乃是努拉部的不足满态 换而言之 阿巴亥是努拉部组长的千金 原本 如此出身的他 生活理应是十分美满才对 但很不幸的是 努尔哈赤的出现 打破了这一切 公元1593年 正当努尔哈赤计划 率兵征讨长白山各部之际 海西女真的叶赫部 联合乌拉 挥发等共计九个部落 组成联军 共同发兵攻打 努尔哈赤所在的剑州女真 在这种情况下 努尔哈赤只得率兵迎战 双方决战于古勒山 最终靠着精兵强将 努尔哈赤大获全胜 九部联军惨败而归 并且 在此战中 努拉部部主满太之地 也就是努拉二贝勒不战太 也被努尔哈赤生擒 不战太被生擒后 被努尔哈赤得知其身份 而最终 努尔哈赤不仅没有杀掉不战太 反而将其恩养 好吃好喝好招待不说 又把自己的一个女儿和一个侄女 嫁给了不战太为妻 努尔哈赤这么做 自然是有一定目的的 说白了 就是想充分利用这个俘虏 而在不久后 机会变来了 公元1596年 努拉部发生内乱 满太被族人所杀 趁此机会 努尔哈赤将不战太放回 并且全力支持他 成为新的努拉部部主 这么一来 努尔哈赤没费多大力气 就成功收复努拉部 成为自己的小弟 而成为剑中女真的小弟后 不战太自然要有所表示 为了双方能长久合作 不战太便做主 先把自己的妹妹 嫁给了努尔哈赤的弟弟 舒尔哈齐 以此来联姻 之后不战太又将自己的侄女 也就是满太之女阿巴赤 献给了努尔哈赤 这便是阿巴赤为何会嫁给努尔哈赤 说白了 当时的他 只不过是叔叔手里 一个用来巩固关系的工具而已 但谁也没想到 这个工具 居然会得到努尔哈赤的心 阿巴赤在刚嫁给努尔哈赤时 年仅十二岁 而当时的努尔哈赤 已经是四十三岁的人了 两个人的年龄差 足足有三十一岁 不过 虽说年龄差极大 但并不妨碍阿巴赤受到宠爱 史料记载 仅仅在一年后 也就是阿巴赤十三岁那年 他就被努尔哈赤 册封为了大福晋 要知道 大福晋意味着就是正妻 虽说当时阿巴赤 能被封为大福晋 有努尔哈赤第三任 大福晋孟古哲哲去世的因素 也有笼络乌拉布的原因 但不可否认的是 能在努尔哈赤众多窃妃中 脱颖而出 也说明了 阿巴赤还是深得努尔哈赤欢心的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能在十三四岁的年纪 就让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如此喜爱 也侧面说明了 这个阿巴赤 着实不简单 在此之后 阿巴赤先后于1605年 1612年 和1614年 为努尔哈赤生下了儿子 阿基格 多尔滚 以及多多 更验证了阿巴赤这个女子 在维系夫妻感情这方面 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更重要的是 阿巴赤不仅善于维系夫妻感情 让努尔哈赤对他始终宠爱不已 他还能在关键时刻 靠着机民 保住自己大福尽的地位 最明显的例子 就是他的娘家 乌拉布被灭之际 前面讲到 在努尔哈赤的支持下 阿巴赤的叔叔布战泰 成功当上了乌拉布部主 并且也与剑州女真 保持了良好的联姻关系 但保持关系归保持关系 布战泰在心底 始终不愿意臣服剑州女真 因此双方暗地里 还是发生了一些不愉快 到了1607年 隶属东海女真的 非幽城主侧木特黑 找到努尔哈赤哭诉 说布战泰对其多番欺辱 因此希望能投奔剑州女真麾下 在这种情况下 努尔哈赤变派长子楚英 四子戴善 以及弟弟舒尔哈奇 率兵前去 接回非幽城的民众 刚开始 一切都很顺利 楚英和戴善等人 也顺利地接到了 非幽城的民众 但就在返回途中 却突然遭到 乌拉布的围追堵截 当时 乌拉布出动万余人 而楚英 戴善这边 仅有三千人左右 在通过喊话示威无果后 双方展开激战 最终靠着楚英 与戴善的奋力拼杀 击败乌拉军 获得胜利 但这么一来 剑州女真与乌拉布的矛盾 算是摆到了台面上 之后在1612年 布战泰又亲自率兵 公然截略贱州所属的 胡尔哈禄 此举彻底惹恼了努尔哈赤 因此他前后两次亲征乌拉 最终在公元1613年 彻底将乌拉布剿灭 布战泰 仅以身免 单其逃之夭夭 至此 乌拉布归属贱州女真 而在乌拉布被灭之际 作为该部出身的阿巴亥 始终坚定地站在丈夫身边 不仅帮助努尔哈赤 料理后勤事物 同时还主动出谋划策 总之 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悲戚之情 更没有阻挡努尔哈赤 剿灭乌拉布 因此 通过这件事就能看出 阿巴亥在关键时刻 还是十分明白 谁才是大腿的 并且他也知道 阻止努尔哈赤 无异于自找麻烦 所以这么说起来 他也算是一个 相当有自知之明的女人 正是因为表现出色 加上深受宠爱 努尔哈赤 对阿巴亥所生的三个孩子 十分大方 大手一挥 干脆将自己掌管的两黄旗 镇黄和香黄 分出来大部分给了 阿基格和多多 另外 对于多尔滚 努尔哈赤 是准备将香白旗交给他 要知道 努尔哈赤的儿子可不少 但能单独当旗主的 无意不是靠着战功而来 但当时的阿基格也好 还是多尔滚 多夺也罢 年龄都不大 军功自然几乎可以无事 而努尔哈赤 居然让这三人担任旗主 足以说明 他对阿巴亥的宠爱 已经升级到了 艾乌吉乌的地步 但身在福中的阿巴亥 却几乎毁了这一切 努尔哈赤到了晚年之际 自然要考虑到 将来继承人的问题 而当时他的嫡长子 楚英 已经因罪被处死 所以 嫡次子戴扇 就成了努尔哈赤 考虑的第一选择 而戴扇表现 也确实不错 因此 努尔哈赤当众表示 将来要是自己没了 那么 自己的朱柚子和大福晋 要交给大阿哥 致戴扇收养 其实努尔哈赤说这句话 也不奇怪 后今早期历来 就有收继婚的习俗 即儿子可以将自己的树母 收入房中为妻妾 但问题是 即便是收继婚 那也得等到努尔哈赤死了再说 而戴扇却颇有些急不可耐 在努尔哈赤尚在的情况下 就开始与树母阿巴亥 眉来眼去 发展到了后来 两人干脆毫不避讳地私通了 当然 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 这件事也有阿巴亥的责任 他这么做 也是为了将来 好给自己找一个靠山 毕竟 努尔哈赤垂垂老矣 指不定哪天就没了 但还是那句话 努尔哈赤这会 还没厌气呢 而最开始 努尔哈赤原本是不知道 自己的儿子 干出了这种事 之所以事发 还是因为努尔哈赤的 两个小妾告得状 这个小妾 平日里不太得宠 因此看阿巴亥深受宠爱 就十分眼红 而当他们知道 阿巴亥与大贝勒戴善 不清不楚后 当即就以此为报复 直接告发了阿巴亥 这便是发生在 大清后金时期的 大飞事件 而努尔哈赤得之后 自然怒不可遏 但考虑到家丑不可外扬 因此 没有过度追究 而是仅以私藏金银为由 将阿巴亥赶出家门 命他不准和任何人来往 单独居住 就这样 阿巴亥独自一人 在草原上孤孤单单地 住了一年之久 原本事情到了这里 阿巴亥算是失去了 努尔哈赤的宠爱 自此也失去了所有前途 但令人惊讶的事情 却在不久之后发生了 就在阿巴亥独自在草原上 居住了一年多之后 努尔哈赤突然下令 将其召回 并且继续让他担任大福进 还带着他出席各种重要场合 至于阿巴亥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史料上没说 但由此就能看出 史书上说 此女有机变 着实不是虚言 而这还不算什么 最让人感到惊讶的 是发生在努尔哈赤病史前的一件事 天命十一年 公元1626年正月 努尔哈赤率兵攻打宁远城 结果不仅大败而归 并且还身受重伤 足足调养了半年时间 方才好转 到了当年七月 努尔哈赤又患上独居 且病情极为严重 这下连他自己也感到十日无多了 因此自知 大县将至的他 一边抓紧返回沈阳 一面派人 火速将阿巴亥照来见面 最终 两人在混合碰头 此时距离 努尔哈赤病史 尚且有六七日的时间 也就是说 在努尔哈赤人生最后的时间里 是阿巴亥和他在一起 在这个关键时刻 不找别的妻妾 也不找自己的儿子 单单找阿巴亥 足以证明 阿巴亥在努尔哈赤心中的地位 而这几天 同时也成为了极为关键的几天 具体二人在此期间都谈了什么 史料上语焉不详 但从常理来说 到了这个时候 相信努尔哈赤和阿巴亥 说的最多的 就是关于自己身后事的安排 更准确地说 是让谁来继承汉卫 当然 我们都知道 后来是皇太极继承了汉卫 但有不少证据表明 当时努尔哈赤交代给阿巴亥的继承人选 并非是皇太极 比如 在努尔哈赤病逝的那年上半年 他特意将香白旗旗主肚肚 调去了香红旗 而香白旗 则准备交给多尔滚 因此 有人就认为 这是努尔哈赤 要明确立多尔滚做继承人的公开宣誓 除此之外 根据朝鲜史籍春坡堂日月录中的记载 就在努尔哈赤病逝之际 他交代阿巴亥 也是准备将多尔滚定为继承人 甚至还安排了戴扇进行辅证 而根据当时努尔哈赤能在大县到来之际 单独召见阿巴亥 也侧面说明 他所定的继承人 大概率是在阿巴亥的儿子之中选择 不然 没道理他会在那个时候 单独召见阿巴亥 并且还一待好几天 按理说 这对于阿巴亥来讲 是一件好事 但有道是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 也正是因为努尔哈赤临终前的交代 却要了阿巴亥的命 首先 努尔哈赤没想到的是 他的嫡次子戴扇 会成为皇太极的坚定支持者 原本戴扇也是有机会成为新一任大汗的 并且在早期 他还被努尔哈赤名确立为继承人 但由于他和阿巴亥的暧昧关系 加上他虐待自己的亲儿子 导致努尔哈赤大怒 最终在天命五年 公开废除了戴扇的捍卫继承权 因此 即便是努尔哈赤病逝 戴扇也没有可能继承韩位 在这种情况下 戴扇自然就想为自己将来打算 而他结合形式 最终决定 把宝压在皇太极身上 因此 戴扇便成为了皇太极的忠实拥趟 当然 戴扇选择支持皇太极 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当时皇太极不管是在能力上 还是在影响力 号召力上 是努尔哈赤众多子职中最强的 其他人与皇太极相比 都要逊色不少 所以戴扇押保皇太极 也是看准了在下手的 而这样一来 戴扇自然要全力支持皇太极上位 毕竟这从龙之功 对自己的将来是大大有好处的 除此之外 让努尔哈赤更没想到的是 皇太极为了上位 下手居然如此之狠 在确定努尔哈赤病逝之后 皇太极迅速与戴扇等人闯入后宫 强令阿巴亥殉葬 并且皇太极还煞有其事地说 这都是努尔哈赤的遗言要求 厚饶风姿 然心怀极度 美至地不悦 虽有积变 终为地之名所至 留之恐后为国乱 欲遗言于诸王曰 似无忠 必令之训 努尔哈赤有没有说这句遗言 阿巴亥最清楚不过 毕竟是他陪伴努尔哈赤 走完了人生最后历程 如果努尔哈赤真的要阿巴亥殉葬 也轮不到皇太极来宣布这个消息 但这些都不重要了 皇太极的目的十分明显 就是要阿巴亥死才行 而这更证明了 努尔哈赤临终前交代的继承人 非皇太极的推测 正是因为如此 皇太极才急于杀人灭口 以便为自己尚未扫清障碍 毕竟只有死了的阿巴亥 才不会开口说话 不过在最开始 阿巴亥自然不愿意就范 谁会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呢 能活着的话 肯定不愿意死掉 所以在看到皇太极明摆着要逼死自己 同时自己也不具备反抗能力的情况下 阿巴亥试图通过打打人情牌 来化解局势 但问题是 皇太极是不可能让阿巴亥活着的 因此在他的一再坚持下 阿巴亥只能被迫同意为努尔哈赤殉葬 至于当初曾和他暧昧过的戴善 由于已经把宝全部压在了皇太极身上 因此不仅没有帮助阿巴亥说话 反而与皇太极一样 催促着阿巴亥自尽 最终阿巴亥提出了一个要求 希望皇太极等人将来能对他的三个儿子恩养 得到肯定答复后 阿巴亥整理一关 自意殉死 那么在当时 阿巴亥的三个孩子 也就是阿几格 多尔滚 以及多多 在面对母亲被逼自尽的情况下 为何不做反抗呢 实际上 他们就算想反抗 也没有那个能力 按照史料记载 在努尔哈赤去世时 阿几格刚满21岁 虽说已经被封为贝勒 且只长相皇旗 但年轻的他亦没有根基 二在八旗中的影响力极低 并且性子粗野 根本不是个心思缜密之人 这样的他 哪里是皇太极等人的对手 而当时的多尔滚和多多 一个九岁 另一个只有八岁 完全还是皇口小儿 更不具备与皇太极等人 对抗的实力和能力 况且还有一点 皇太极等人是以所谓的先帝 一命为由 迫使阿巴亥殉葬的 虽说明眼人都知道 这里面有问题 但问题是 真或假 是实力强横的人说了算 皇太极实力最强 所以他说真的 那就是真的 既然都说了是真的 那么多尔滚等人 更没有反抗的理由 如果他们反抗 那么皇太极 一个不遵一命的大帽子扣过来 就够多尔滚他们受的 所以多尔滚兄弟三人 只能眼睁睁看着母亲 被皇太极逼死 而不能有任何反抗之举 而在阿巴亥殉葬后 围绕着他的封号等问题 又发生了数次变动 并且通过阿巴亥封号的变动 也见证了清出那一段 争权夺利的历史 公元1626年9月 皇太极正式集汉位 十年后 也就是公元1636年 在这年称帝的皇太极 追视自己的生母 孟古哲哲为孝慈高皇后 并将其神牌放置于太庙之内 而对于阿巴亥 皇太极既无追视 也没有把他的神牌放于太庙 实际上 皇太极这么做 明显是不合规制的 一来 孟古哲哲虽说与阿巴亥 同为努尔哈赤大飞 但他死在了阿巴亥前面 因此阿巴亥是最后一任大飞 既然能对孟古哲哲追视 理应对阿巴亥也进行追视 二来 阿巴亥是生训 而孟古哲哲则是病逝 死法不同 地位自然不同 而生训的阿巴亥 可要比病逝的孟古哲哲 级别高得多 级别高得没有追视 级别低得反而追视 这就不合理智 还有 孟古哲哲在病逝后 一度被葬至别处 哪怕是努尔哈赤去世时 依然没有与其合葬 而阿巴亥却是在死后 便与努尔哈赤葬在一处的 这怎么看 都是阿巴亥的地位 要高于孟古哲哲 所以他理应被追视 这也是合情合理的事情 但奈何皇太极 就是这么小心眼 说什么都不愿意追视阿巴亥 摆明了就是对其贬低 而到了皇太极病时候 捍卫再度空虚 阿巴亥之子多尔滚 趁机夺取大权 虽未登基 但实际上 当时顺治帝弗林 只不过是一个傀儡 朝政基本都由多尔滚说了算 于是多尔滚便开始为自己的生母证明 在1650年8月 他先是追视阿巴亥为孝烈武皇后 之后又将其神牌放置于太庙 由此 阿巴亥算是与孟古哲哲平起平坐 同享祭祀供奉 但好景不长 仅仅三个月后 也就是当年的11月 多尔滚不慎从马上跌落 因此重伤不治 于当年12月病逝 而在多尔滚死后 没多久 他就被顺治皇帝清算 不仅本人被罗列出数条大罪 同时顺治帝为了泄愤 干脆对多尔滚毁目绝尸 总之就是 有关多尔滚的一切 都在顺治皇帝的仇事范围内 在这种情况下 被多尔滚追视的阿巴亥 自然不能幸免于难 最终 其封号被废除 神牌也从太庙中牵出 据说其骸骨 也被顺治下令 从埋葬劳尔哈赤的福灵内 刨了出来 生前被逼殉葬 死后不仅没能得到应得的名位 还不得安宁 这么看来 阿巴亥也是一个苦命之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